记者李中县台中报道,耶诞节即将来临,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洪慈雍为帮助更多弱势家庭,今天与丈夫酌冠婷邀请后礼丰盛基督教会孩童,一起DIY手作耶诞礼物并捐赠150包板米,提供丰盛基督教会食物银行,希望在寒冬帮助更多代助家庭,抛砖引玉,让爱与温暖延续。 立委洪慈雍与后礼特色产业木匠兄妹创办人周信红合作做工艺,今天下午邀请后礼丰盛基督教会客后照护班孩童,一起到木工房DIY体验,打造自己专属的圣诞节礼物。 洪慈雍表示,耶诞节除了圣诞,party和大餐,其实还有更多有意义的庆祝方式。 后礼虽处北台中郊区不像市区一文资源这么多,但在地产业相当有能量,这次活动希望透过DIY体验木工,让孩子懂得创造价值,也可增进亲子感情。 他表示,丰盛基督教会周末营主要照护后礼原住民孩子、单亲家庭、新移民二代等,也同步经营实物银行,提供地方弱势,捐白米给实物银行,希望让更多带助家庭的需要被看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